这个就一定是癌症的 从概率上来讲 如果是乳腺上 你摸不到一个明确的肿块 然后往上你觉得疼 基本上应该 应该不是癌症 或者是说半发有癌症的时候 它跟这个没关系 这个疼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疼也不能够作为 这个癌症的 这个特异的这种标记 还有刚才张主任 已经讲了这个消化道肿瘤里边 尤其长海里边这种出血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相 但是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有出血引起来的恐慌 是很麻烦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出血 到底是痔疮引起来的 你想咱们国家的这个男性里边 痔疮的发生率是很高的 一看出血就紧张 然后有的时候呢 后来又发现说 这个没关系 又听说这个可能跟跟癌症 并不是有一个特别相关的 然后又又 本来是很紧张 然后完了后来一发 哦这个是变了鲜血 然后就又又觉得说 哦这个又又安全了 不要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去患得患失 就是还是回到张主任所说的那个 回到那个那个他所在的那个领域里边 所说的这种非常科学严谨的话 不要等到有了症状 也不要说因为有症状 你去做筛查 是两点 第一如果有遗传性背景的时候 那么达到那个年龄段的时候 要去做筛查 比如像乳腺癌啊 那个卵巢癌啊 有家族史的这样的 时候 那么从二十多岁开始 就要开始关注到 要去来去做筛查 如果与这个没有关系的 到了年龄 该去做筛查的时候 就要去筛查 另外一点的话 我估计我跟张主任 会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特点 就是这个癌症筛查和你所谓的每年的这个体检 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有些体检所涵盖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肿瘤标记物的这个检查了 或者是什么 他发现异常的情况有两种 一种根本就不是肿瘤 没有肿瘤 他也有可能会有些所谓的癌症的相关的指标升高 而即便有肿瘤了 他也不一定升高 如果真的升高持续升高的话 就像张主任刚才所讲的 那是已经到了晚期的这个 已经失去了这种筛查的这种机会了 所以对于科学防癌 你做对了吗 今天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有遗传性背景的这种情况 到一定的阶段 咨询一下遗传闻诊 什么时候开始做筛查 筛查哪些项目 这个要来做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所谓的防癌方面 全面的防癌是从哪些岁数开始做什么样的特定的项目 比如像这个节肢肠癌的这种肠经的检查等等 什么时候开始做 那么做几次 难道都要年年都做吗 年年都做的话 你觉得这个社会资源能不能支付得起来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是节肢肠癌的那种筛查 就是一生要做一次 做一次 他可以安全的 如果没有什么任何的发现的话 他可以很安全 而且这种筛查的话从四五十岁开始 那么张主任也想讲了说肺癌的筛查 五十岁开始薄层CT 这个就是筛查早早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和方法 就是人群要选对 二方法也要选对 第三时机也要把握好 我们后边再请张主任 我看张主任有要补充的 没有没有 这个薛主任说得很好 因为我很同意 所以总的来说 就是我们做好这个癌症的早餐 那么人群方法和时机都很重要 那薛主任我想再补充一个问题 或者说帮我们这个 德国先生的广大女性朋友们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张主任也提到过 就现在咱们从全球的这个发病率来看的话 其实乳腺癌已经取代肺癌成为了第一大癌痘了 您刚提到了这个疼痛 那可能很多女生都会特别特别关注的 就因为疼痛它有很多种 可能是这个刺痛 可能是这个断痛 或者是隐痛等等 所以我想能不能再帮我们做一个比较细的氛围 就哪些乳腺癌的这个疼痛是需要值得去警惕的 一般来讲随着这个月经周期的这种改变 所发生的周期性的疼痛 或者感觉不舒服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大家慢慢的都会知道说 我一不舒服就知道 可能要离家要来了 或者什么大家都有这种 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特别疼那种小的这种刺痛 其实来讲的话 它可能是对某个神经方面的一个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是所谓的一些非特异的这种炎症的造成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所造成 与肿瘤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而乳腺方面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讲特异一点的 也就是说这个乳头一夜 这个是需要来注意 尤其是血性的乳头一夜 就是那个从那个奶头里边流水出来 而这个流水的话量比较大 又是呈现这种红色的话 这个要引起一定的注意 尤其是年纪大的患者 比如说60岁以上的这样的患者 这种是可能会有一个早期癌的这种出现 那么年轻一些的话 更可能是良性的可能性会多一点点 也就是说可能随着这个月清周期变化 出现那些疼痛和不適改 以及像您说偶尔出现的这种刺痛 可能就是还好 应该是问题不大 像您讲的 那相对我们来说 比较需要领袭警惕的 可能就是这个血性的乳头 异议的这种情况 实际上你讲可能是一处的 就是这个红色的 尤其到了这个一定年龄之后 是的 您总结的非常好 我还是要说疼痛跟乳腺癌 基本没什么太大关系 也不要因为疼了就觉得是乳腺癌 疼了我觉得有时候还要恭喜 可能不是 但是它就是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了解 就是其实这个乳腺的 或者是乳房的疼痛 跟乳腺癌之间是没有一个对等关系的 对 那接下来还是想跟两位专家聊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刚才讲到了 是可能有一些身体部位的疼痛 大家会特别特别的警惕 那另外一个可能说 应该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结果 就是很多人在拿到自己的 这个每年的体检报告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的两个字就是结结 那它发生的部位可能像肺啊 乳腺啊 甲状腺等等 很多部位都会有 那很多人看到结结的时候 最担心的一个结果就是 以后会不会有这个矮变的可能 或者是矮变的几率 所以我想 张淳能不能先把我们做一个科普 就是说如果 这个体检当中拿到了 看到了有这个结结的检查结果 正确的应对方法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最常见的结结 正像我们主持人说啊 最常见三个器官的结结 就是甲状腺乳腺和肺结结 那么呢 今天时间有限呢 我们主要说一下肺结结 从第一辆CD大规模的开展普及以后 这个我们出现了一个概念 叫肺结结 所谓结结理论上的概念 叫做小于三公分的肺部的站位 就叫结结 所以它这个范围很大 你比如说一个义务 你这个它也叫结结 为什么呢 它只要是站位 就是CT上看见 它那儿有个东西 那么肺结结 我首先给大家说 从2014年开始 广泛的大规模开展 在国内开展胸部低剂量 包装CT以后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结结减出率 在我们的目标人群当中的 比率接近三分之一 就就是30%左右的 做低量肺部CT的人 都发现了肺部结结 那么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 首先告诉我们大家 各位朋友 我们对平均镜 5毫米以下的肺结结 我们视同 它是没有危险度的 所以我下面说的肺结结 都是带括号引号的 就是5毫米平均镜以上 那么5毫米平均以上的结结 在目前我们总体的 给大家的一个临床决策 就是相对保守 什么叫相对保守呢 我们发现假阳性率太高 也就是5毫米上的结结 我们看美国的 它的权威统计 以NLST 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计划 为基础的统计 就是大概它的阳性预测 只是3.8% 也就是说 均仅5毫米上的结 最后确定为肺癌的是3.8% 我说5毫米上 那么中国我们目前各种统计 不一而足 那么总体我们假阳性率 可能更高一点 就是我们均仅5毫米上的 肺结结是肺癌的可能性 是1%到2之间 是不到2% 也就是99% 5毫米上肺结结 给肺癌没有关系 所以这种极低的阳性预测值 其实让我们大家很心安 就是说绝大部分肺结结 它不是肺癌 第二个情况 就是目前我们肺结结 发现的肺癌 就是通过肺结结 进而手术 发现的肺癌 大部分都是肺腺癌 而这种腺癌 一会儿学主任肯定很清楚 这个腺癌 特别有意思 肺结结呈现出来的腺癌 它是相对来讲比较懒惰 我们就说惰性的比较多 就是长得很慢 它的前期性病变 就是癌前病变 原味癌 未经人癌等等 这种程度的时候 它几乎不具有倾息性 就是它一直肺癌了 它的倾息深度 只要小于五毫米 我们叫微禁忍癌 现在跟起名字叫做 肺前期性病变了 就不再提癌症 就为了大家不恐慌 因为这种肿瘤 它很多年 它倍增周期很长 什么叫倍增周期 就是肿瘤体积增加一倍 所需要时间 我们上学的时候 学过倍增周期 五百天到六百天 可以吃通它良性肿瘤 可是大部分的 这个微禁忍癌 它的倍增周期 它远远是大于三年的 它就是一个良性行为 好几年你看它 它就不大 没变化 那么这两个前提条件 使我们对肺结结 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什么充分认识 就是首先 大部分肺结结不是癌 我们不要贸然的 去做它的干预 也就是不要过度治疗 第二呢 它长得很慢 它可观察 这种情况下 就我不至于 因为我看着它的时候 它突然跑了 我这里说个相反的例子 你比如说小细胞肺癌 那实际上没有一个人 敢观察的 你只怀疑小细胞肺癌 那就是错杀一千 不能放过一个 也要进去 那肝癌一线癌 你只要怀疑 那就没有人敢观察 这种生长速度是极快的 三个月一次观察 你都不一定看得住 但是肺结结不一样 肺结结像毛布里结结 肺结意识的 可能的 即使是恶性的 我们现在 我们观察的周期也很长 我们一般 头两次是六个月 后面就成为一年一次的观察 所以它长得很慢 所以 对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们理解 肺有小结结 心有千千结 大家都担心 但是 大家要理解 我们目前 主要是避免过度检查 过度治疗 在肺结结这块 因为绝大部分不是 绝大部分肺结不是矮 也因为绝大部分肺结结即使是矮 它长得也比较缓慢 可观察 所以基于这两点 我们总体是希望大家 对肺结结的人 由肺结结携带的人 是要放松的 我这里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我本人就有一个五到六毫米的肺结结 这已经 这个我每年做一次 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 就是我就复查就是一年 我没有增加任何密度 因为我是干这个的 我用我的实力来告诉大家 其实肺结结正确的对待它 就可以 至于乳腺结结和甲脑腺结结 我们有机会再讲 但是呢 相对来讲的话 相对肺癌来讲 乳腺癌 就是相对 更可观察一点 是它提表肿瘤 另外甲脑腺癌呢 其实2022年都被 银保监会拿出 这个 拿出重极险了 也就是它轻中极 就是绝大部分甲脑腺癌的结结 更不是癌 即使是癌呢 甚至都可以终生不处理的 对于微小甲脑腺癌 就是它更保险一些 更良善一些的癌 所以呢 肺结结理解了 后面的两个结结 其实更好理解 谢谢张主任 结合自己的一个经验 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 那综合您的观点来看 其实在一些结结 比较高发的部位 像肺 腱线 甲脏线 在这三个部位里面 其实说结结 我们的这个观察周期 还是相对比较长的 对 就是首先以观察为主 不是以干预为主 其次 它的观察周期 不要太密 那种可以做 可以容易出现过度检查 感谢您的讲解 那薛主任 接下来呢 就正好要跟您聊一聊 一个过度检查的问题 就很多人很担心 比如说我在采取一些 检查手段的时候 它可能发现问题的 这个风险 以及它可能会给我的身体 带来的潜在影响之间 如何去做好一个平衡 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咱举这个CT 那很多就担心 比如说我一年 最多能做几次CT 我CT做的多了之后 会不会对我的身体 有一些其他 比如说辐射啊 等等这样的影响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薛主任就先给大家明确一下 这些检查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以及一个视力的检查频率 好的 这个问题应该来讲的话 就像说癌症病人该吃什么一样 大家都关心这个啊 但是他有什么 这个科学的依据 或者有什么 一定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这个所谓的规定吗 是没有的 你比如这个所谓的肺癌的患者 如果说他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患者 他一年可能做的这个CT的这种频率 可能甚至超过六次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但是呢 如果是对于一个正常的 或者说只是在怀疑 他可能处在需要观察的这种情况 张主任的建议很客观 一般来讲一年 如果再有点这个所谓的焦虑一些的 半年足够了 因为这些变化的都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缓慢的 也就是说这个人有人品 瘤有瘤品啊 在这一些这种惰性 相对惰性的肿瘤的方面 大家大可以来庆幸啊 哎呀我你看我得这个肿瘤 选了一个这个只是一个低微的这种 是大家可以来放心的 所以检查做多少次 其实也不用你来 或者说我们来去给他主观的 需要检查的时候 医生自然会给来检查 这个单子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另外一点的话 也就是说要杜绝患者的这种过度的焦虑 三天两头往这个医院跑 所以我在临床过程当中 可能更加多的看到的是 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节节 甲状腺你要问我说是不是 其实那个B超的医生写的都很清楚 就差写出来 它是甲状腺乳头状癌了 但是呢 这样一个小于零 小于五毫米的这种病变 你不需要三天两头地跑 一年做一次 半年做一次 B超这个就足够了 已经足够这个可以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就是在所谓的防癌的过程当中 一种要防两头 要防两头 一种是 哎呀 我这个癌症呢 就不能查 就不能去体检 一体检呢 就出毛病了 这是一种人的看法 说好像这个癌是被查出来的 不查没事 一查就出事 给人感觉跟那个薛定谔的猫似的这个理论似的这种 但是这是一个误区啊 也就是说还有另一种就是啊 我身体胖胖吃麻麻香就不需要来查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另一种更加我觉得也是更加有影响的 尤其是对他身边的人有影响的 就是过度的焦虑 恐癌所造成的这种过度的检查 这方面的话 张主任也刚才给出了很好的这个范例 就是该这一年去查一次的时候 其实来讲也足够了 就算说如果说张主任说 我今年真的是特别特别忙 我今年不去查 那隔一年去查 我相信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 这个这个变化在那个里边 所以我们在这个科学防癌的方面 要两方面来杜绝 一种是杜绝 这个夜狼自大 或者是就是 我啥都不怕的这种啊 这样的一种 这个无知无畏的这种情况啊 另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有了这个阶级 我一定要搞清楚 我非得要能这个 这个这个把这个跟这个节节做斗争 好像一天不做斗争 他就活不下去的这种情况 是存在的 这些方面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来 这个身边的支持 或者专业的心理的这种 干预可能是必要的 也就是我们其实更应该去杜绝的 像薛准所讲的 这两种比较极端的现象啊 所以你讲了一种就是说 我认为癌症是查出来的 那我不去查 所以我肯定就没事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 像处理一个恐癌的心理 所以会格外格外的焦虑的 这样一些情况 那其实就像我们今年的这个 宣传周主题是一样的 其实应对这个癌症 我们就要综合实测 更要科学啊 所以我也想在今天我们直播 尾声的时候 详请两位专家 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 除了今天咱们聊到的 以上内容之外 那我们要在这个癌症的预防当中 做到综合 做到科学的话 还有哪些可以采取的措施 张主呢 能不能先帮我们做一个普通 我是搞二级预防的 但是呢 我们相信大家都不想远离癌症 所以呢 我们说一些一级预防的 一些综合措施 一级预防 我这些年搞这个健康管理 癌症早塞 其实我们 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所有的 常见的慢性疾病 它的生活方式干预的 总体措施是差不多的 而且互相之间都是有效的 那你比如说几点啊 第一呢 戒烟陷酒 保持非常好的体质比 什么叫体质比 就不是BMI 是需要有肌药量 股量增加的 这种情况下 你看看这个 我们知道心脑修管病啊 就是修管病这个肯定是 管住嘴 迈开腿 这是比较好的 但大家没理解 在肿瘤的长期预防当中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美国的 就是癌症疾控中心 它颁布了七条 这个它经过 它不是双率下降吗 发病率死亡率都下了 它就总结了一下 我到底怎么下来的 一共七条 这个一级预防措施 那头两条 就是戒烟 陷酒 第三条 就是比较好的体质比 而这三条 其实 对于我们目前 死亡率最高的心脑修管病 它也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防止措施 你想想啊 在目前中国人死亡原因当中 癌症和心脑修管病 加起来 几乎就占了七成吧 七八成了 如果说你把这三条做到了 和给这个 澡子死亡的主要原因 都能够避免掉 或者是减少它的风险 这个人生的 这个就比较的 还是 还有幸福感 所以呢 接烟陷酒 管住嘴迈开腿 这个保持好的体质比 这种 我觉得 在我们一举一方里面 可能是 就是四半功倍的一个 半 所以总结来 就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加上把我们的 这个身体的基础情况 尽量去挑到 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薛主任也想听听 您的意见啊 就是如何做到 综合同时用是科学的 张主任刚才已经讲了 说可实施的 就是这个能看得到的 比如这种饮食的这种习惯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 我觉得这是属于身体 就是body方面的 这个我觉得还有另一点方面 就是心理方面 心灵方面 身心健康 心理方面 一保证充足的睡眠 二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心态 就是说有一个适度的一种满足感 这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换句话来讲的话 就是要尽量的避免这种无谓的内卷 也就是现在的很多的事情 上的这种 也不知道是 我也 我们医生有的时候 自己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 但是也会常常有这方面的 这种控制不住的这种内卷 在这个里边 但是的话 在既然防癌是这样的一种重要的 那么我觉得 就是我们人际之间的 这种安全感和 这个有这种 和善的这种环境 大家觉得有一个安全的这种环境 心理这种健康 再加上我们合适的营养 以及好的健康的生活的习惯 两方面综合起来 对于这个一级预防是 就如张主任说的是一个 事半功倍的方法 也就是说除了在这个 像你讲身体层面的之外 我们也要注重自己的心理层面 就是刚才这种讲的 其实我们可以避免 或者减少一些内卷 或者我们也可以学正像 这个肺结结那样增加一些惰性 尽量来减少这个内卷 那确实今天呢 因为这个主流的话题 大家的关注度很高 我们跟两位主任也聊了很多 那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有很多很多的网友 一直在给我们留言 就是关于这个 中流的各种问题 那现在我们从中来 全取一些有代表性的 我们请两位主任做一个解答 要知道可能现在来 我们直播间提问 相对于去医院 挂到两位主任的号的话 可能会更简单 或者说更方便一些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 我们请张主任来做一个解答 有一位读者说 他今年这个应该是在体检当中 发现了肺部有两个节节 一个是单发膜玻璃节节影 那个大小的是4毫米乘以3毫米的 另外一个是单发实性节节影 也是4毫米乘以3毫米的大小 那所以想问一下 张主任这样的一个大小 和这个节节的种类的话 它的这个节节观察 周期应该是怎样的 以及您刚刚提到的 把身体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脂 比大概是在多少的期节 这个首先说这个肺节节的事 我其实刚才讲了 5毫米下的 军阱5毫米下的 我们视为正常人 就是这个人4乘3 他就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就是5毫米下军阱的 就是不太考虑肿瘤风险 那所以当然我们要解答问题 就事论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节节的分类吧 首先分实性节节和毛玻璃节节 这是在两头 中间还有一个部分实性 就在毛玻璃节节的技术上 加上一部分 在中间有些密度的增高 那么这个部分实性节节 是所有肺节节里面 这个危险度最高 一旦是恶性以后 恶性程度 就是不太懒惰的一个真相 那么毛玻璃节节呢 就是其次了 就是说它这个是恶性的可能性呢 也比那个实性节节要大 但是呢 它即使是恶性以后 它几乎就是一个多恶性的 这个恶性肿瘤 生长周期是非常慢的 观察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那这一位这个咨询者呢 两个节节 咱如果假设不考虑直径 就直径更大一些 比如七八毫米了 那么实性节节呢 如果说一般来讲 就是良性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那毛玻璃节节呢 就是未来可能会出现 需要干预的情况 需要观察 但是不叫严密观察 就是一年一次足够了 那么它不到五毫米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 第一次年度不差 就是下一次再一年 再往后面的第三次第四次 可以加大周期 我们一会儿一般 可能会两年以上 好的 感谢您的解答 那接下来 我们请薛主任来解答一个问题 应该是有人听到了 您刚才的这个讲解 我们的朋友们还听得很认真的 想问一下 您能不能详细说 说怎么样去区分 肠道出血和症状引起的出血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肠道 如果离是直肠 或者是离肛门很近的这些地方 它的出血应该是新鲜的血 那么痔疮的话 就在肛门这个地方 因此它的出血 是一种新鲜的血 但是如果发生在直肠的这种 这个恶性肿瘤 或者是直肠癌的话 也可以出现的是新鲜的血 但是呢 我们知道是直肠癌呢 一般是在中国来讲的话 是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它占到了 这个一半以上的这种 它只有短短的这个 这个十公分到十五公分 但是它是所有 整个肠道里边 咱们可能有 咱们说这个整个肠道 就相当于有五六米 这样的一种情况 它只有十几毫米 但是它却占了一半以上的 这种主流 那么剩下的一半 在远离直肠 也就是距离比较远的这些地方 它可能出完血之后 在这个它将来从排便出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不再是鲜血了 有可能是这种潜在的 能够发现的是浅血 而不是鲜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单纯的去靠这个出血去判断 这个是有风险的 即便我是一个医生 如果只拿这一个症状 而不做具体的检查去 来判断的话 是有很大的主观性的 有可能 症状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 这个疾病 但是这种常见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也可能合并有肠癌 你不能说因为我就判断了 这就是个痔疮的这种 你就忽略到了肠癌的可能性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家可能对这个感兴趣 但是不要在这里边去 根据这些特征自己去判断 该着去医院的时候 要去医院去来做检查 做一进一步的检查 所以我就不在这个血的方面 来给他解释 解释完了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专家以前给我解释过 什么样的这种可能性 不敢把这种情况 这个普及化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的民众里边 大家做科学防癌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这种误区 或者是有些拿一些个例来做榜样 比如说这个某某人 抽烟抽了一辈子 抽到90了 你看继续抽可能就没事 他停了 他停了之后 两月查出肺癌来了 你看 这个就不应该停 可能会有这样的人的这种说法 大家听着很有道理 甚至说我们某些领导人 这个也 烟也不抽 这个酒也不喝 活得不长 那个人又抽烟 又喝酒 活得还挺长 这种拿这种例句来去做 我觉得是 就像张主任我觉得他会对这个更清楚 就是说我们不能拿有某些方面的这种特例 或者有的时候这种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例子 来去给大家做科普 像张主任刚才讲的那几个 非常有重要的 那是他要有严格的对照 经过很多年的这种研究 最终得出来的有效的结论 比如说我们该不该抽烟 这种是的确有这方面的 抽烟原来我们认为说抽烟可能是对肺癌的影响最大的 后来因为我夫人是搞心血管病方面的 我们后来一看发现说抽烟戒烟对心血管病的这种发病的降低的比率 比对预防肺癌还有效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这个普通老百姓要说一下 不要拿你那点的经验去跟专业的去PK 就犹如说这个中国足球不行 你上去来两脚 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方法 不要去挑战专业的医生和专业的科普 说挑战张主任对于这个防癌科 说我自己的经验比他还充足 这是要给大家今天做一个第二点我觉得要强调的就是说科学的事交给科学的工作者来去做 同时呢你虚心的来去听取那些已经有足够强大的这个证据的临床医学的这种证据的这种结论 你会过得很好 谢谢您的解答 其实就是说今天的情况很复杂 我们不要像您讲单凭一些表面的这个特征啊 或者是一些分类啊 去做一个判断 而一定把这个专业的问题 我们交给专业的人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啊 但是这样 我补充一个啊 这个这个主持人 我补充一下薛老师刚才说那个事啊 其实我特别想理解这个 我特别理解薛老师想表达的事情 就是千万不要去辨别这种 这种没有特征性的症状啊 这个我们以前做科普啊 也确实有时候很被动 我在电视台做科普 他们就说 拿了几个橡皮 你说你比划一下这个 这个有癌的大便是什么样 然后你再拿个红膜水抹一抹 这个是不是这个癌症的这个血怎么样 后来我就拒绝了 千万不要妄图去辨别它 如果你辨别不清 你赶紧就去做肠镜或者去转移坐去 我给你举个特别例子啊 就是一个病理科的 我们北京一个另外一三甲医院 中一位组三甲医院 就旺京医院 旺京医院的肛肠外科还是不错的 他做这个痔疮的 他的病理科大夫 在统计了一下 他们的一千例 以痔疮出血来就诊 自痔疮的人 目前来讲是已经超过25例的截肢肠癌 你要知道千分之二十五在我们筛查当中是天一样的数字 就是我们一个好的筛查措施 最后如果能发现高发癌症 像截肢肠癌 如果能达到千分之三到六 我们就成功了 这一千个看痔疮的人里面是超过25个是截肢肠癌 所以不要去辨别是痔疮出血和截肢肠癌出血 如果你搞不清 还是要去查一查 我们还是要相信专业人士的这个能力 把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但是这样一个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见谈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大家有关于任何的相关种类的话题 也可以继续跟我们留言 那么稍后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文字稿件的形式 把两位专家今天讲到的一些特别精彩的内容 做一个呈现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京报APP 健康热点我们共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见谈的直播间 一起聊一聊科学法案的话题 也特别特别感谢两位专家 能够今天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以及要感谢我们线上的在直播间朋友们的守候 那今天的见谈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